春林大地百花齊放的3月 去人氣台灣菜道程飯店就最適合不過了 銅鑼灣店向來都是打卡的熱點 乾花擺設夠浪漫 紫色的燈光好夢幻 還好有復古氣氛 店舖的單點菜式和主題特飲 都是用了時令的花和水果入棧 今次玩完限定的春日花是工作坊 讓大家可以沉浸在花天花地裏 這款龍躉卷 魚肉是以花雕蒸香 再拌上玫瑰花和鹽漬櫻花製成的醬汁 帶點甜味和花香很有新鮮感 鮮魚湯櫻花瓶白 擺盤是以櫻花作畫 鮮魚湯加上櫻花蝦 湯底非常濃郁 這款草莓甜酸香煎美國安格斯牛柳粒 酸甜的草莓令到大家胃口大開 吃多兩顆牛柳都不覺得好油膩 這個是由台灣直送的黑豆陰市 加入日本珍寶帶子一起炒香 好飽味的 舒芙莱班戟份量十足 是道程的招牌甜品辯奏版 厚厚的忌廉裡面是爆滿的黑糖珍珠 黑糖香氣十足,真是吃到飽呀 這兩款甜品有黏硬的麻薯、鳳梨和珍珠 完全是台灣人氣小食的組合 外貌亦非常精緻 另外,店鋪還特意選用了本地品牌的手工氣泡茶 作為期間限定供應 不含酒精可以盡情享用 特別推介玫瑰碟豆花茶 不是好甜,還要是花香濃郁 入口非常清新 同時合作吹出兩款特調的雞尾酒 由現在起 還有這個限定春日花藝工作坊 Crossover這個道程春日花樣成宴 同學可以利用歐洲直送最高質的鮮花和親葉 學到花材的處理 鮮花色彩配搭組合等等的技巧 完成之後還可以將作品帶回家 完成了工作坊之後 可以隨便享用道程的春日花樣盛宴套餐 還可以品嘗其中三款的主菜迷你品 甜品和特調飲品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